2004年6月6日 法国正在举行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 邀请了包括普京在内的各国政要参加纪念仪式 场面一度十分感人 在仪式当天 和新社捕捉到一条有趣的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居然在法国亲切会见了一位俄国公民 还与这位老人共进了早餐 更令人惊讶的是 活动结束后 法国人也没让那名老人回国 而是带着他一路油山闻水 到了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玉纪念日 在那天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凯旋门前 亲自给他授予了戴高乐式制的国家公计勋章 在典礼上 老人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 差点当场暴徒痛呼 因为他知道 这个沉甸甸的勋章不仅属于他自己 而是代表了那段尘封的往事 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922年 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奥兹罗夫 出生于俄罗斯梁赞州 与通辽宇宙中大多数牛马出身的人不同 奥列格的家庭是正儿八经的老沙厄上三期 他的家族是当地有名的贵族姓氏 爷爷跟虐狗狂人巴弗洛夫是表兄弟 是一所大学的校长 还兼职当地官员 堪称学政两开花 而奥列格的父亲也继承了家里的坐提家基因 于191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化人 至于奥列格的母亲则是著名教师 就这么个家庭 孩子基本是属于带着毕业证出生的那种人 结果 出生于坐提家家庭的奥列格 从小就确定了一生的挚爱 大炮 从上学时期开始 奥列格就认为 巨炮才是男人的浪漫 因此 为了玩大炮 他毅然放弃了学业 在高中毕业后 却主动申请加入了苏军 1940年6月 奥列格进入苏联西部边境的一家炮兵学校学习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从事这个工种 相信大家也明白 奥列格的实践经验一定会特别多 果然 一年以后 巴巴勒萨行动开始 位于苏德边境的奥列格首当其冲 成为了第一波扛伤害的苏军 但虽然被纳粹投袭 奥列格的部队却抵抗得很强强 他的部队没有被歼灭 只能边打边撤 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 坚持了一个多月 撤到了700多公里外的乌克兰乌曼地区 不过 他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擅长突进绕后的德军装甲部队 已经把他们包围 指挥官木济勤哥少将壮业殉国 整支部队面临覆灭的命运 其实奥列格加入苏军 并非因为他有啥政治信仰 他这个上参齐的家庭 对于苏联确实没啥特别感情 加入苏军单纯是因为个人爱好 但是 面对着不断倒下的战友 和被侵略的祖国 已经杀红眼的奥列格 早就顾不上什么炮不炮的 在一次战斗中 他抄袭一把铁铲就冲向了德军 想让纳粹从物理上感受一下 无产阶级的力量 可惜的是 对面的德军不讲武德 而直接朝他甩了颗手榴弹 而奥列格获得了一个 跟杰克丘吉尔一模一样的结局 手榴弹没伤着他 而是把他病晕了 他就这么被俘虏了 被俘后 奥列格很快就见识了希特勒的政策 纳粹将犹太人和政委一一抢决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 在抢决了战俘中的政委后 德军军官却过来对他们说 刚刚这些事都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的战斗结束了 我们会给你们安排新的工作 纳粹这样说 倒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苏的战争开始后 纳粹迫切地需要一些二鬼子 来帮他们巩固统治 因此 他们将苏军战俘中的政委和士兵区别对待 他们认为 士兵中的死营派比较少 希望争取他们记名口岸 对于奥列格这种上三级出身的非党员士兵 德国人认为 他肯定不是那种死营派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奥列格这个非党员 在目睹纳粹一个个枪决自己的战友时 心中早就鉴定了一个信念 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战俘营中 公开对抗纳粹显然是不明智的 所以奥列格打算先越狱 认出去后再做打算 他很快就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在一次行进时 他准备在一个弯道扎进路边的树林 结果他刚起步 就被丫头的德国兵一枪拖砸了 合一的收获是挨了一顿豪打 不久以后 他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这次他采取的是老北京越狱法 挖地一刀 可惜的是 他不是乔治布莱克 实在没学过挖地刀 累死累活干了一个月 最终成功挖塌了盈利的操场 两次越狱失败后 奥列格又挨了一顿暴打 这次纳粹意识到 这个人抵抗倾向较强 既然你在前方不老实 那就往后送 他被送到了波兰境内的战俘营 在波兰开手开始饿他肚子 同时逼他做重体力劳动 几天以后 奥列格在机场碌碌的情况下 成功翻墙 这次真的翻出战俘营了 应该说第三次尝试还是有进步的 起码能在外面过一夜 但仅仅过了一夜后 饿得走路都打换的奥列格又被抓了 一顿暴打之后 纳粹看着人还不老实 开始继续后送 把他送到了更西边的 德国境内的集中营里 德国人之所以不杀他 是因为这种有一定精识经验的战俘 哪怕不愿意投降 就算作为劳动力也是很有价值的 就这样奥列格开始一种奇妙的循环 他不断地越狱 不断被抓 然后不断地为纳粹后送 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1943年6月 此时奥列格已经被一路向西 送到了法国西部 在波尔多的一座潜艇维修基地工作 在这里奥列格冷静了下来 他意识到不能再轻易跑了 下次越狱必须成功 因为再往西送就是大西洋了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奥列格认为 这事一个人干还是不行 还得组队 哪怕被抓挨打也能少挨几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奥列格发现 自己所在的巴卡兰营地十分有趣 他不知道纳粹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居然把一个战俘营 搞得像一个微缩版的国际纵队 在不大的巴卡兰基地里 纳粹极有版的抓来了各国俘虏 法国人 西班牙人 捷克人 南塞拉夫人 波兰人 苏联人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 营地里有不少人 就是当年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成员 而且还都隶属于当年的第十三国际旅 纳粹也许是违顾得上 居然没有把这群老炮们打散看押 为什么说需要打散呢 因为西班牙内战虽然已经结束多年 但当年的老炮们始终没有退出江湖 就在波尔多附近 就有一支地下游击队 也是当年国际纵队 第十三国际旅的老万里 经常跟纳粹进行物理上的交流 而且 他们连番号都没变 还打着第十三国际旅的旗帜 营地内外的国际纵队 早就建立起沟通渠道 经常配合在一起 给德国人一点小惊喜 得知了这一点后 奥利格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他将自己越狱的想法 同在战俘营中的同军中尉 安塔莫辛说了 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 随即开始在营地里四处活动 最终他们成立了一个 由14个人组成的越狱小组 成员权威速军战俘 安塔莫辛的军衔最高 担任组长 奥利格则当副组长 组织成立了 下一步就得研究怎么跑 安塔莫辛认为 在一国他乡越狱 最难的不是怎么出去 而是出去后如何不被抓回来 所以咱们得找外援 最好能跟法国本地的同志联系上 让他们给我们提供藏身处 这件事要是在其他营地 基本也就凉了 但谁让国际动队的人 在这里有关系呢 就这样一帮苏联老哥 准备越狱的消息 通过国际动队的渠道 被传给了法共成员乌伦尼什 乌伦尼什给了越狱小组 一个安全物地址 如果奥利格他们能跑到那里去 他们就算越狱成功了 外援有了 下面就得讨论如何跑出去 但是由于国际旅温大哥 没事就搞破坏 巴卡兰营地的严密程度相当高 党卫军的警卫非常警惕 仔细观察了好久地形之后 奥利格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认为 以现在营地的那个看守力量 想从陆地跑出去的可能性不大 不然国际动队的人早跑了 挖地道就更通想 这鸟营地建在河潭上 一挖准塌 不过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咱们的营地在河流入海口附近 河上游不远处就是一大片森林 森林深处有不少沼泽地 德军应该不会冒着被埋伏的风险 认真搜索那里 所以 只要我们能潜入河里 在他们发现前 跑到沼泽躲起来 挺过纳粹的搜索 应该能逃出生天 本来战俘想敲敲下河也非常难 但随着德军战况越来越恶化 战俘夜间加班越来越多 耐心一点 应该可以找到机会 小组成员听完以后 纷纷表示 奥利格同志不愧是粤狱老手 这主意可行 立刻开始着手准备 然而 由于纳粹的严密防守 他们一直等到1944年3月20日晚上 机会才终于降临 那天晚上 越狱小组足足有12个人 参与了夜间加班 冒着倾盆大雨 工作到午夜 激汗交迫之下 一些战俘开始跟他们看守交涉 能不能给一顿加餐 说实话 虽然纳粹战俘营同样臭名昭著 但相比于鬼子来说 还是显得寒情默默了一些 党卫军看守虽然没立刻答应 却开始跟他们讨价还价 看着守卫的注意力被吸引走 队长安塔莫星 果断发出跑路之力 12个人悄悄潜入水中 开始游向河流上游 大雨掩盖了滑水的声音 他们进入森林非常顺利 但天黑水急 包括组长安塔莫星在内的三个人掉队了 带着其他人上岸后 奥雷格没时间休息 立刻带着他们向沼泽去狂奔 此时他已经可以听到 下游德国追兵愤怒的咆哮声 奥雷格运气不错 大约两个小时后 他们找到了一片水很深 且有遮挡的沼泽 几个人决定留在那躲避追捕 倾盆大雨之下 饥饿寒冷和恐惧 不停侵蚀着一日 几个人缩在沼泽里 紧紧抱在一起取暖 就这样熬到天亮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他们不敢生火 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 低声互相鼓励 为了报仇 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第一天过去了 纳粹没有找到他们 但有个兄弟冻饿而死 第二天 军权险些发现他们 大雨及时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第三天 还是没有追不对的踪迹 但奥雷格却开始绝望 因为在极度疲惫紧张的三天中 他们没吃没喝 就算躲过了纳粹 也走不出三年 为了活下去 他们只能吃芦苇冲击 在极度困苦中 他们坚持到了第十天 此时奥雷格已经几乎丧失意志 昏昏沉沉中 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你还好吗同志 我是萨迪厄斯 莫里尼什 巨大的喜悦 瞬间笼罩了奥雷格全身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得救了 奥雷格等人的获救是一个奇迹 本来营地内外 虽然有信息沟通渠道 他并不一定能及时通知外部 奥雷格等人出逃的消息 凑巧的是 他们逃亡的第二天 就是交换消息的日子 听说消息后 沃伦尼什立刻带着手下 冒死进入森林去找他们 一边跟纳粹捉迷藏一边寻找 结果 纳粹都没找到的这些人 居然让他们碰到了 此时奥雷格等人 已经接着生理极限 如果他们再晚一天 小组必然全军覆没 沃伦尼什接到越狱小组后 带着他们去了 波尔多郊外的安全屋 在那里奥雷格等人 跟法共邮局队接上了头 不过法共表示 暂时没有能力送你们回苏联 对于这件事 奥雷格表示完全理解 纳粹冲锋锁 回不去是正常的 但是这不代表 我们要在这里勾且偷生 既然回不去 我们就在这儿 跟德国鬼子过过招吗 就这样 在苏州的战争开始三年后 奥雷格终于要以自己的方式 加入这场卫国战争了 在加入邮局队后 这支苏联小队 很快就显露出惊人的战斗力 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正规军处身 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而法共游击队的大多数成员 在战前都是平民 所以奥雷格等人入伙不到一周 就让法国同志们开了个大眼 他们首先展示了一下 斯拉夫人的爆炸遗述 炸了纳粹的公路桥 当年国际旅的几个老炮热烈盈眶 这熟悉的手艺好几年都没见了 炸完桥后 奥雷格顺手伏击了 过去看情况的纳粹工兵 回程时觉得还不过瘾 炸手又端了一个镇的警察局 抢了整整一卡车的武器大药 回到了盈利 随后的两个月里 奥雷格的苏军小组 开始带着游击队四处出击 从打埋伏搞偷袭一开始 慢慢发展到捷警局抢火车 整个法国西南地区都被搅动起来 极大的打击了纳粹的统治 由于这支游击队过于执冷 很快就遭到了纳粹的报复 不过他们的报复方式比较特别 相比于对沃普沙斯的大规模清剿 1944年的纳粹已经穷途末路 所以纳粹想到了一个 更不讲武德的报复方法 绑架 当地的盖世泰宝亲自出马 虽然他们摸不到游击队的影子 却把游击队领袖艾迪安 五岁的儿子给抓了 并且放出消息 限他们一周之内投降 否则就撕票 艾迪安就这么一个儿子 当然要组织营救 但连续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营救没成功 盖世泰宝却把孩子转移得更远了 关键时刻又是奥利格出手了 他们找到艾迪安说 你们这种方法真的没有格局 想解决问题 你得发散思维 要不换我们的方法试试 奥利格的法子相当的简单粗暴 我们确实不知道小孩在哪 知道估计也是个陷阱 但是 我们知道盖世泰宝那个头目的老婆孩子在哪 奥利格很嚣张的 大白天带着三个兄弟 开着两辆车 冲进了盖世泰宝头目的住所 之所以选择白天去绑票 也是一种逆向思维 因为盖世泰宝头目 再一次闯后门 绑票方便 事情果然如他预料的一样 几名UG队员轻松地抓住了盖世泰宝头部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顺利地将他们带到了街上 然后奥利格就碰上了一个拉姆般的问题 装人质的那台车打不着货 这时候几秒钟的延迟都是生死又关 这破车却怎么也启动不了 远处就能看到纳粹的跨走摩托 眼瞅着大伙就要全胶带在这 恶向胆边上的奥利格 泄愤似的朝气息盖的踹了一脚 您才怎么着 马达转起来了 奥利格等人赶紧跑路 此时纳粹摩托车也追了上来 奥利格抬手起枪把前两辆摩托射翻 但第三辆摩托则颇有敬业精神 自自不倦地追着他们出了城 然后纳粹摩托车手就发现 有时候执着并不是一件好事 前方一大群游戏队员在等待着自己 在衡量了一下战斗力差异后 摩托车一个几转弯润回城了 那么剩铁的事就简单了 奥利格口述爱迪安执笔 给盖世泰宝头目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信 你帮我加一个 我帮你加三个 我觉得吧 交换一下你也不亏 毕竟是一换三 当然 你最好尽快做出决定 夫人和贤侄的脾气似乎不太好 拖时间长了 就怕他们出现损坏呀 收到信的盖世泰宝忙不迭地把人质送了回来 顺便还被坑走了一大批物资 从此以后 奥利格的游击队更加无人干扰 除了例行公事的炸桥梁八火车外 他们开始直接伏击和刺杀盖世泰宝部队 双方由游击与反游击 逐渐转化为正面交火 在战斗中 苏联小组成员斯杰潘卡索尔 在朗共郊外的伏击中 用身体堵住德军机枪 不幸牺牲 至军那座城市仍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像卡索尔这样在苏联战时 在当时的法国土地上有成千上万 事后统计 二战中累计有三万名苏联战俘 在法国参加了战斗 超过六千人因此牺牲 这些人虽然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但仍然坚持 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北国战争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诺曼底登陆成功 德军兵败如山道 此时奥列格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他们完全摒弃了游击作战的方式 而是在法国西南部开始大举进攻 一路解放了圣巴塞尔 马尔蒙德 朗共等二十几座城市 等戴高乐撤领盟军抵达 都被法国西南部的局势惊呆了 戴高乐认为 法国游击队靠自己解放了大片领土 这是非常有面子的事 于是他将这支游击队 并入了自由法国正规军 可是 此时奥列格小组的身份有点尴尬了起来 法军实在不知道怎么界定他们的身份好 苏联红军 可你们毕竟被俘了呀 红军战俘 可你们越狱了呀 说是法国抵抗组织吧 他们又是实实在在的苏联人 万一搞出点国际争端就不好了 奥列格倒是也理解法军的难处 他没有跟随法军作战 而是留在法国西南清剿纳粹余孽 直到战争结束 他在闲来无事时 还会去战俘营里 卡克德军战俘 其中没准有当年勘押他的德军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 1945年9月 奥列格带着法国政府精心准备的证明 回到了苏联 这份证明果然非常有用 他和他的小组成员 没有遭到内务部的层层检查 顺利地讲清了历史问题 超龙的战士就地退役回家 年轻的则可以分配新部队继续服役 1946年8月 奥列格递交了复原申请 一周后获得批准 因为意识形态问题 苏联政府对奥列格的行为 没有什么特别表彰 他带着一张无辜无过的退役证明 回到了故乡两散州 基于同样的原因 当年的法国政府 同样也对奥列格等人的贡献不愿多提 在法国官方修订的 地下抵抗运动文献中 在涉及外国人时都会列出专片 连人数不多的捷克人都有专片 但对于规模庞大的苏联人的贡献 则连个专片都没有 不过 奥列格对此已经不在意了 对于这场战争 能活下来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脱离军武后 他的学霸基因终于被重新激活 他考入了明斯克理工学院建筑系 于1952年加入了通料宇宙事业一边 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奥列格的事业一路清晋至上 最终他于1972年以副局长的职位退休 随即被返聘来培养职业人才 还是继承了家族的教育事业 随着冷战形势区环 80年代 法国政府为奥列格提供了一份养老金 苏联解体后 奥列格组织成立了一个法国抵抗运动 战斗志愿者退伍军人协会 经过多年奔走后 这些战士的功绩终于慢慢被承认 最终促成了开篇纳目授军 2007年 奥列格奥多罗夫在家乡病逝 享年85岁 他非常幸运不必带着遗憾离开 其实他所追求的不是待遇和荣誉 而是希望自己在那段热血岁月中的努力 能够得到历史的认可 在他那本不算畅销的回忆录中 他精准地概括了自己的战争岁月 我没有解放一寸祖国的土地 但我参与了伟大的卫国战争